幽靈就不能觸碰 幽靈就不可以觸碰 抱歉! 幽靈就不能觸碰 司令成教學院是一間國中部和高中部交錯相連的一間學校 讓人會時常在校園中迷失方向 男主角正義是剛到學校的一年級生 由於不熟悉學校環境 所以迷路在舊校這裡 就在他找入的途中 似乎被有意的引導到一間廢棄教室 教室裡擺著一面鏡子 當正義看著鏡子回想起有關鏡子的怪談時 被突然出現在身後的細子裡嚇了一跳 細子帶著正義離開廢棄教室 途中正義透過跟細子的對話 讓他感覺細子就像是生活在那間廢棄教室一樣 於是正義便向細子提出疑問 細子也坦率地回答自己確實一直生活在那間廢棄教室裡 因為自己是校園中的幽靈 正義認為細子是在開玩笑 但細子卻告訴正義 他沒有死前的記憶 所以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 過了這麼多年 終於遇到可以看到細子的人 之後細子換上舊式的制服 為了能讓正義記住自己 細子親吻了正義的額頭 這使而正義眼前浮現了細子死前的記憶 並回想起了有關鏡子的都市傳說 回到了廢棄教室的鏡子前 將鏡子打碎 發現鏡子後方有一個通道 果正在地下室發現了細子的遺骸 之後細子將廢棄教室變成了靈異調查部 來查清自己的過去 而正義為了不讓細子的靈魂一直在舊校舍徘徊 決定協助細子調查 創立的第一天 來了一個女孩子陶衛向正義求救 因為在某一天的放學時間 陶衛自己一個人在空無一人的教室玩鬼迷場 而鬼迷場的物品是需要一隻玩偶 並寫上細子的名字 一開始由遊戲發起者當鬼 閉著眼睛從一數到十 找到細子後 以美工刀刺向玩偶 說出將細子埋葬在柱子裡 接著會輪到玩偶當鬼 如果想要結束遊戲 需要親自對著玩偶說要結束遊戲 但當陶衛躲藏一段時間回來後 發現桌上的玩偶不見了 因此陶衛產生了細子一直跟著他的錯覺 所以請求真一幫助他 找出玩偶來結束遊戲 但玩偶實際上並沒有消失 只是細子在校園散步時 看到玩偶上貼著自己的名字 所以便將他帶走 為了解決陶衛的恐懼 真一和細子 表演了一場驅魔的戲劇 讓陶衛脫離恐懼 不再產生會被細子追殺的錯覺 合日陶衛未報救命之恩 自願加入靈異調查部幫助真一 自此靈異調查部多了一位社員 而沒幾天 真一打開鞋櫃釣出了一封信 信上的內容寫著 想和你談談深厚的少女 真一了解到了不是只有自己看得到細子 寫這封信的人是悟江 她的祖母是細子的親妹妹 所以悟江是細子的血清 但每當悟江詢問細子的事情時 祖母總是說細子是在15歲過世的 除此之外都是三見其口 之後悟江就能夠在校園內看到細子 一開始的細子 如照片上的一樣美麗 但在某一天裡 她發現了細子的真面目 她是個痴殘於這個世界 被憤怒、憎恨及悲傷 一切惡意急於一生而扭曲的惡靈 而悟江寫信的目的 就是為了告訴真一 關於神隱的怪談 內容訴說著一名女學生在成教學院創立初期 就因為事故死亡成了惡靈 會把人拉到冥界 體會她當時的遭遇及痛苦 而悟江所說的惡靈就是細子 因為真一遲遲未出現在社團 讓細子感到非常不安 這才外出 找到了真一 為了確認真一眼中的自己 要求真一說出她所看到的模樣 真一回答 霧黑修長的指法 白皙的皮膚 細子終於放下了心 因為真一眼中所看到的 和細子在鏡子中看到的自己是一樣的 這時悟江突然出現 為了能讓真一看清現實 將自己所看見的細子一一描述出來 散亂的黑色毛髮 土黃色的皮膚 充滿憎恨的表情 真一也因為悟江的描述 看到了細子另一幅面貌 隨後霧江拉著真一逃離細子 逃跑過程中 得知了細子的遺骸就在社團的地下室 霧江想找到遺骸超渡細子 好讓真一擺脫細子 但細子很快便追了上來 並抱住真一 細子這時要求真一正視著她 但真一始終不敢直視 細子只得無奈且傷心的轉身離開 但真一最終選擇相信細子 抓住了她的手 雖然相處的時間短暫 仍舊相信細子不是惡靈 細子也變回了原本漂亮的模樣 原來細子是微信者顯奇形的幽靈 所以當時聽了霧江的描述後 真一產生了恐懼 細子的模樣才會變成真一想像的怪物 隨後真一也從地下室發現了細子的遺骸 有腿骨骨折的狀況 並且推斷細子是因為行動不便缺水缺糧而死 深處還有處貼滿符咒的祭壇 種種跡象都和神隱怪人訴說的不一樣 口耳相傳的傳說 只會逐漸扭曲讓真相越來越遙遠 霧江看到的惡靈也並不是細子 或許是另有他人 有日霧江也因為誤會細子心生內疚 且為了查出真相 自願加入社團來解開謎團 後來霧江利用社團活動理由舉辦和數 想要查出惡靈的真實身份 但是合數期間真一經常和陶會及霧江待在一起 讓細子的心中很不適滋味 趁著霧江和真一在舊校園尋找線索時 將真一拉走 並向真一表示希望能夠多關注自己 畢竟真一是願意接納細子的唯一一人 半夜不需要睡眠的細子翻開了當時舊校社管理員的日記 裡面記載著舊校社的內緣有著一顆咒願石 接著趁真一半睡半醒的時候 拉著真一去尋找咒願石 順便享受兩人的約會時光 沒多久兩人找到了咒願石 但就在真一仔細查看的時候 上面竟然刻有真一的名字 但這只是細子的小小驚喜 你這麼悄悄的為了? 然而,詛咒是人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對眼前事物的相信與否 從而無意識就去相信這或許才是真正的詛咒 合術結束後沒多久就是校園祭的日子了 但這時校園祭裡卻興起了紅人的傳說 他會跟蹤很晚還逗留在校園裡的學生 被抓住的話會遭到放血而亡 因為見回去的血會污染全身 所以被稱為紅人 但是真正的紅人 是神的使徒所擁有的名字 據說以前這片土地的災難 都會被說成是神的憤怒 為了平息神的怒火 紅人會在村子裡挑選一個人 來作為人生育共 也就是將活生生的人 祭祀給神明的活祭品 後來真一跟戲子一起逛校園的文化祭 逛到一半發現傳說中的紅人 他在頂樓襲擊了一名叫做尤子的女學生 因紅人的出現 開始流傳出紅人在找一名活祭品 而那個活祭品就是戲子 如果學校的學生不交出戲子 那所有學生就將會是紅人的目標 不過這只是尤子的自導字眼 曾因為跟戲子同名而遭到排擠 所以這時他想要利用怪談去除掉怪談 但對學生們來說 戲子不過是傳聞中的幽靈 這讓找不到戲子卻又想要保全自身安全的學生 開始感到恐慌 所以將尤子當成戲子 失去理性的學生想讓尤子成為活祭品 當尤子發現場面已經無法控制後 就算他現在承認自己就是紅人 也無法喚醒在場人的理性 所幸被打扮成紅人的戲子所救 才得以讓尤子得救 當恐懼佔據理性時 心靈不過就是一個一敲幾碎的娃片 衝出舊校舍的學生們這才知道 原來他們只是被恐懼的語言所支配的娃娃罷了 紅人事件結束後 曾依如往常 持續收集著各個怪談 但也察覺到戲子的狀況越來越奇怪 戲子不再只等著曾依到社團 而是無時無刻都黏在曾依的身邊 異常積極的戲子讓曾依感覺到了一絲不對勁 到了中午的吃飯時間 戲子拉著曾依要去頂樓 途中巧遇陶會 對於陶會想餵食曾依的舉動 那個絕對不會對他人顯現出負面情緒的戲子 卻感受到了嫉妒 直接打下了陶會的筷子 曾依明白戲子不一樣了 為了能整理出頭緒 曾依找到了霧江 並且將自己感受到的戲子狀況說給陶江聽 陶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表示戲子只要和曾依有相關的事情 就會變得很感性 除了曾依以外的東西 都不太感興趣 戲子從來沒有負面的情緒出現過 這讓陶江懷疑戲子有雙重人格 原來陶江獨自一人在社團的時候 見到了另一個戲子 那是全身充滿厭惡、憎恨及怨念的集合體 而他們現在身邊的戲子 則是相反的完全正向面 然而多重人格為了讓自己完全擺脫壓力 會把所承受的負面情緒跟記憶自我分離出來 所以戲子可能都找不回記憶 當霧江推理到這裡的時候 出現了戲子 跟另外一個負面情緒的已戲子 促說著一切就如同詛咒史一樣 都是其他人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此時曾依發現咒願史並不是詛咒的石頭 崩開泥土後驚覺 上面竟刻著 昭和27年 因疫病流行去世的學生 原來這是緬懷疫情爆發死去的人們的衛靈杯 石頭上也刻有戲子的名字 但是戲子的遺體應該是在地下是因腿骨骨折 加上缺水缺糧而死的 正義足以比對之前的怪談 也就是說在60年前 奏願史所記錄的疫情代表神明的發怒 紅人代表選中戲子擔任活祭品的開端 鬼迷場則代表將戲子以忍住的身份 來讓神怒平息的過程 最後的神影則是在戲子獻祭失蹤後 所衍生出來的怪談 但當時不知戲子擔任活祭品的人 將戲子也誤認為是因疫情關係死亡 這就說得通為什麼戲子的名字會出現在衛靈杯上 戲子認為自己一定是自願擔任活祭品的 但以戲子無法認同戲子現在可笑的想法 他認為戲子不過是在逃避那些充滿痛苦的回憶 及負面的情緒 而現在造成戲子嫉妒情緒的起因 正是與正義的這段回憶 理所當然也將從戲子身上玻璃 夜裡戲子經過了一整夜的思索 他仍舊無法面對尹戲子 第二天 戲子如往常一樣繼續黏在真一的身旁 但不同的是 從真一的眼神中 照應出來的自己是影戲子 無法接受自己有醜陋情緒的戲子 將真一推下了樓梯 記憶和嫉妒的思緒再度抽離了給影戲子 黃昏少女失憶的上半部故事就到這邊 請繼續期待下半部的故事 我是山形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